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错了 今天不是分享这个 我回去了你 今天分享这个大哥 我不会打你呢 今天分享是这个 Insta360 ONE X2 是新款 这个只是它的加强感 你不要怕嘛 怕什么不会打你的好不好 因为我是在钓鱼嘛 其实并不是的 我来看一下VIP有没有在摸鱼 这间是VIP的办公室 平时就它自己的 也没有人监督它 今天我就来好好监督它一下 给录一段视频纪念一下 看看它有没有在摸鱼 让四伯爷问问它去干嘛 真的是都不在办公室 错了对不起 是不是以为我在策马扬鞭 其实我在拍子弹时间 看我套住的鞭马 子弹时间融合呢 因为我们创业员区景别变化太小了 所以试了几下拍不出特别好看的画面 给大家看一段样片 这个功能呢 其实最适合出去玩 有几种不同的景别变化 然后拍一下发到朋友圈里 秀给朋友看 但Insta里面呢 还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创意功能 大家可以试一下 我觉得它的AI移动延时这个功能呢 就特别适合刚上手的Vlog的初学者 就可以让他自己AI生成一段转场动画 都已经很漂亮了 这个功能我觉得还是挺有用的 你看我们拍画中画这个东西 这个画中画 如果你没有这个画中画的功能呢 拍四妹就只能拍到四妹了 但是现在除了能拍到四妹 还能拍到我猥琐的表情 开玩笑了 开玩笑 只是一个场景演示而已 大家不要当真 我不是那样的人呢 那作为汽车媒体呢 肯定要研发一点这个Insta 拍汽车的一些功能 比方说呢 我们拍Z4敞篷的时候 就可以把这个架到车尾 拍一点像什么极品飞车 像GTA那种上帝视角的画面 这个可以丰富我们的空镜的镜头 另外呢 像我拍6D的真理半环的时候 就可以把它架在车顶 当一个360度的行车记录仪 有一些这个相机抓拍不到的画面 抓拍不到的一些比较惊险的场景 就可以用它实时来抓取 这个就很方便了 而且我们在用的时候呢 还发现这个东西的防抖 真的是稳的一匹啊 架在车顶 虽然这个杆子会这样抖 晃晃晃晃 但是画面依旧很稳 所以这个也是它的优点 另外呢 像这一代的产品 它还增加了一个防水的功能 那像今天我们拍 6D真理半环的时候 有一点下雨 都觉得没有关系啊 既然防水对不对 把它架在车顶 依旧可以用 这两天使用呢 还有一点想法和心得 这个东西有一点用起来不爽 就是它呢 需要一个专门的编辑剪辑的APP 但是那个APP呢 导出文件的时候 需要很复杂的一个转码 转出来的画质画面 是比较差的 是比较差的 这是第一个不爽的地方 那第二个呢 就是它录的文件真的很大 毕竟是360度 全都给你录进去了 所以32G的卡 可能用不了中而时间 这个卡就满了 但是它现在更新换代之后呢 换了一个大电池 电池的容量还是挺不错的 像这一块电池呢 录差不多一小时 我们有很准确的统计过 录大几十分钟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它现在是可拆卸的一种结构 没电了 你就换一块嘛 对吧 所以总结一下 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对于我们汽车媒体来说 是有用的 可以增加很多丰富的空镜 一些场景的镜头 尤其呢 是我在拍6D的真理办法的时候 真的是个神器 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呢 这个Insta是一个 很好的Vlog的拍摄工具 它不仅仅是可以拍摄一些 极限的画面 因为这个东西呢 它的景别特别的广 360度嘛 你也不用考虑 取景构图的问题 反正所有的构图 它都囊括在内了 而且防抖又好 另外呢 它从APP里面 有各种创意的视频的玩法 可以秀在朋友圈里 秀在你的微博里 秀给你的朋友看 所以这个东西 带出去旅游 我觉得真的是蛮不错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